大家好我是勇姐 今天跟我妹妹来到山里面 割点草回去啊 这个草呢是什么草呢 火火蓝的 你认识吗 这个 就是这个 这个你们认识这是什么吗 嗯 等一下把这个草割回去 然后拿来烧那个灰呀 做那个灰水种的 纯 纯天然的哦 我们做那个灰水种就是 烧那个灰来 泡那个米做的 不用放那个结啊 不用放那个蓬沙什么的 直接就是用这种 这个叫什么你们知道吗 这个 就是这种 我们叫黄金茶 这个 这种 这个草 吃人的 这种 哦 凉了 来 来儿子你去那边等妈妈 再到那边去等妈妈 好 好 忘记穿布鞋来了 我都穿布鞋 穿布鞋 穿了一双拖鞋 我就来了 好大一颗啊 哎呀 这个 这个黄金 我们就是戴午节了 拿这个来烧那个 烧成灰 用那个灰水泡那个 那个糯米拿来做灰水种 他做出来的那个那个粽子 是那个金钢色的 好了 好了够了 那里刚才砍了一大口 所以这么多 够了 这个 朋友们应该我们 好多人都认识吧 广西哥应该都认识吧 这个 黄金 拿来 下成茶 烧了灰 拿来泡那个糯米 做那个灰水种 反正我们就是在 沙里面农村里面 只要你所得力气 去沙上可以找好多有用的东西 都是纯天然的 无公害植物 走 我拿起来 来 你做水吗 水水 一起紧 让开我把车停到那边去 你让开先 妈妈把车 让开 你不要动我的呀 哎呀 你不要动我的呀 哇 好了这个黄金 割回来了 卡回来了 要不要晒一晒 差不多晒一天 可以了 应该过几天 小小时他们应该回来了 到时候做点灰水种 黄金灰水种 然后再做一点百丽肉种 待五节吃粽子的 是吧 好了开始做晚饭了吧